2005年8月,太阳神鸟金式图案从一千多个对手中脱颖而出,被国家文物局选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同年10月,秀在树秀上的太阳神鸟图案随神舟六号飞船一起在太空遨游俯瞰华夏大地。 这是中华民族千年飞天梦的实现,意义非凡。 当众多国宝及文物陆续出土以后,这座在金沙村发现的遗址正式被命名为金沙遗址,并被评为2001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专家们探明遗址的分布面积大约有四平方千米,出土大量金器、铜器、玉器、石器、漆木器、陶器以及象牙等珍贵文物多达上万件。 其中,金器、玉器是中国同时期出土最多的遗址之一。 金沙遗址成为21世纪中国第一个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 挖掘工作一直持续到2007年。 这一天,在金沙遗址的八号祭祀坑内,考古人员无意中发现,泥土中显露出一个金光灿灿的小角。 当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把这件金器连同泥土一块取出来时, 它已经被揉成一块皱皱巴巴的金块,无法辨识它的气形。 当时的所长王毅亲自上阵了。 但是王毅在这里摆摆摆摆摆了半天,结果还是没有摆出来。 谨慎地,按照科学的这种方式去很小心地去展开。 你展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手触摸到一个很硬的东西。 就在这里观察了一会儿,就把那个东西拿到手上,这边观察,这边观察。 要观察一会儿,觉得从哪里下手比较好。 当很硬的东西出来以后,你会发现硬的东西上面有一个孔。 硬的上面,下面也有一个开了一条缝。 牙签也可以,牙签好好。 有有有有有。 招一张金子给你摆起来。 没有见过这么大的。 这个是金山椅子出土最大的一件精气。 你这发现鼻孔出现了。 那个下面那条缝啊就是嘴巴, 上面那两个洞啊就是眼睛。 那一个人物的形象出来了 而这个 都知道 它一定是一个金面具 结果他一下就兴奋了 这里有两个洞 然后这个是嘴巴 这是一个人 这是个金面具 然后一下就 整个声音一下就高了八度 我估计这是鼻子 哇 看 金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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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金面具 金面具 这个金面具的样子 完全一下就出来了 现场的人们一下就轰动了 因为我们原来的金面具 只有这么一小点 现在是这么大一个金面具 并且和人脸基本上一样的 并且和三星堆是一样的 并且是非常完整的 嘴巴耳朵 这件金面具 使金沙遗址 又拥有了一件国宝级文物 哇哇哇哇哇哇 第一哈山 金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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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哦 好大一个金面具哦 重大发现重大发现 哇哇哇哇哇 你拿到了 你拿到了 给 给我的鼻子插起来多 那就修上你的鼻子 肌面具宽19.5厘米 高11厘米 厚0.04厘米 重46克 长刀型霉凸起 大立眼 三角形鼻高挺 破嘴 长方形耳朵 显得十分危严 是当时中国发现的同时期 形体最大 保存最为完整的金面具 为眼表的那种心情 终于找到了国王留下的痕迹 终于有一件 跟这个遗址对等的 这么一个镇管之宝 它是代表遗址的尊严 代表遗址的主人 代表遗址的规格 当金面具出土以后 你就会感觉到是王者之气 这种王者之气 足以证明金沙遗址的 最古属文明的顶级的身份 最国家形态的顶级身份 在三星堆的两个祭祀坑 曾出土了四件戴金面罩的 青铜人头像 从造型风格上看 金沙遗址出土的金面具 跟三星堆青铜人像 所佩戴的金面罩极为相似 金棺带与金杖的文式相同 金面具与青铜人像的金面罩相似 还有同样大量埋藏的象牙 这些逐一出现的线索 似乎都暗示着 金沙与三星堆之间 非同一般的某种关联 那就让你再思考 它跟三星堆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如果是三星堆是一个中心 那么这些东西跟它是差不多 粗看了 它是好像是一个时代的东西 那么这个就是次中心 那么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两个面貌形态极其相似的文化埋藏 两个同样彰显出王者之气的古国遗址 相距不过数十公里 它们之间到底会有怎样的渊源 在接下来的考古发现中 专家们又会从细节里得出什么 令人震惊的推论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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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